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袖互相释放善意并有意在近期会面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相信和中国今后将享有良好的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电话恭贺他时也表示 两国合作是唯一的选择 特朗普就美国国内的政策也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态度 特朗普接受当选后首个电视访问时 态度比以往要温和许多 并安抚美国民众不要害怕 谈到他备受争议的移民政策时 特朗普强调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还将竖起边界墙 但他表示部分地区只要竖起护栏就好 而对于其他非法移民 特朗普则表示将区别对待 特朗普在竞选时也曾发狠话 要对中国征收45%的关税 并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不过中国媒体报道 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表示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 并将在近期会面 特朗普也表示 中美关系绝对可以更上一层楼 中美关系统